成长河 我的名字叫做成长河 这样我今年是71岁 我的行业就是咖啡 一路来就是从小16岁学咖啡 到到目前日子是做咖啡 从小的时候是一个叛逆的小孩子 就是不想读书 就是妈妈也怕我学坏 那个怕我学坏的经营 他是在里面美南路部 进行荷兰公司当管工 管工就是管300人到300多人 这样他就跟老板商量 说要我到这间工厂区里面炒咖啡 多数是做税徒 就是家里面穷 就是送去好像修理车这些 就去那边但是很辛苦 这样19岁我就出来当老板 我当老板的时候我以为我很厉害 我年轻过我以为我很厉害 但是我这个厉害我就是有一些好像走遍门 走遍门就是说现在的这些咖啡 所以我就不能都没有比我厉害 这样我就一直碰钉碰钉 碰钉到30多岁我才知道 我不用这样的 我就是好好的在我的那个公司做多几年 我就有这个经验 但是现在的学徒比较嚣张 学了有些学了几个月后 他就去开就搞缺头这些 一些好像我们的咖啡有很多很多艺术 你不去发挥很多文化你就不去发挥 真正的咖啡你学不完的 我现在我还在学你相信吗 我教学生我很厉害 我用我的咖啡 我的咖啡多贵 你拿一公斤去炒 你炒不好我马上叫你去丢 丢在垃圾桶 我的钱不是你的钱 但是我给你对 人的心态跟咖啡的心态都一模一样 有酸甜苦辣这些 这些的味道 酸甜苦辣像不像人 人也是有酸甜苦辣 我是希望我们本身 新加坡人懂得一些咖啡 我是成长了 我是一个咖啡学徒